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卡蒂塔喜欢的颜色绿色用在了它的整个融入设计当中 在它的头部肩部以及配饰当中融入了很多海浪的元素 卡蒂塔它是印尼地区的比较偏神化的一个角色存在 所以尽量给它设计皮肤的时候不要设计的太邪恶 第二点卡蒂塔的二形态切换的时候 基本上是以腰块部分以下会做一个替换 那这样的话我们建议在腰块部分会给它一些遮挡物 或者是有拼接的一些设计在面块 就会更加的符合游戏机制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赏支持明镜与点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赏支持明镜与点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2013年毕业于南京藝術学院 先后参与华洛斯志语 报学爱国华城4等校目 很期待大家在比赛中画出自己喜欢的作品 并取得良好成绩 在绘制卡地塔的过程中 草读阶段我采用了线加黑白的形式 贵建出他坐在海边回摸望向观众的画面 当确认草读之后 我尝试了去进行调整他的一些面部和他的整体的气质 想让他更符合一个领导者 更肃穆的感觉 当确认了整体的基调之后 我尝试了去加入了一些色彩 以及加入更明快的颜色 比如说蓝色和金色的对比 我个人建议可以尝试从他的背景故事入手 构建一些比较有故事感的画面 作为角色的设计部分 也可以尝试给他加入一些 体验出不一样的一些视觉符号 来实现他比较鲜明的记忆点 可以眼简一概 比较简洁明了地去设计出角色的形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